兩層樓的紅樁瓦就位在一一路 核心四路的轉角 三棟都連在一起 而一樓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光是用肉眼來看 房子的一二樓 明顯已經不在同一條垂直線上 房子已經出現了傾斜 市場府貼出了公告 建築物被認定是圍樓 將限期拆除 其樓的部分禁止通行使用 性四路這個危險訪問部分 因為本府在9月份的時候邀請 台灣省土木祭司公會派員現場鑑定 然後經鑑定結果 它的傾斜度超過26分之一 那屬於有力及行為的危險 因為它樓下又是公共用使用的棋樓地 那隨時都會有坍塌的危險 於是本府就在12月1號發文 屋主限期在1月30日前 限制停止使用 並也在4月30日前要自行拆除 藉其人未拆除的話 本府都發出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強制行拆除 再向屋主索取那個代位執行的費用 圍樓的位置就位在港區和市中心的重要路段 屋齡將近70年 由於這個月 愛一路一間60年的製品廠才發生樓板倒塌 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重演 市政府要求圍樓的屋主要在1月底前搬空 4月底前自行拆除 卻引發了屋主不滿 他下的文就是那個時間點 反正他下的文就是很奇怪 有時候來的文 有時候都是快要接近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忽然間說隔天就要來審查要幹嘛的 反正每次都搞這樣子 已經尋過所有全人 他們應該是有產權上的糾紛 那目前還有設定的部分 那現在已經在持續的進行協調當中 儘管如此 但民眾還是認為 尾樓就應該要拆除 畢竟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誰也說不準 哪天真的坍塌了 恐怕會傷到無辜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